Hello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2013年上映的法国犯罪片《美味毒妇》 讲述的是一个穷途末路的老太太的故事 女主角是个独居的老太太 丈夫在十年前去世 经营多年的餐厅 也转手他人 现在的日子已经是穷途末路 只能依靠免费试吃的面包和捡超市丢弃的烂菜叶子都市 虽然日子穷困 她却依然过得精致 仅有的食物要烤成美味的蛋糕 还要化上美美的妆 喝着香槟 这天晚上老太太正在垃圾桶边寻觅可用的东西 看见前方两名男子将一包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卖给路过的年轻人赚得一大笔钱 很快 她的黑人女婿上门解答了她的疑惑 黑人女婿是一名警察 前来调查一起毒品走私案件 被抓捕的毒贩就是那晚她看到的男子 但是老太太并没有给警察提供任何线索 反而从警察口中得知 贩毒带来的巨大收益 显然老太太有比警察更强的侦查能力 警察寻觅很久的毒贩窝点被老太太轻松找到 老太太上门直接点名要见老大 见到老大开口直说 我也要加入你们 老大当然也毫不客气地回答说 奶奶 回去洗洗睡吧 然而命运就是这么爱开玩笑 第二天两个毒贩在逃跑时销毁脏物 把一包大麻随手一扔 居然就这么巧地扔到了老太太的手里 但是老太太并没有把她私吞 而是秉持着实惊不昧的精神 上门去见老大 老大也许是被她的这种精神感动 给了她一小包货物 答应让她试试 老太太拿到货后却又遇上了难题 这玩意儿到底该卖多少钱 老太太想到有个给自己提供现成消息的人 于是到警局见了黑人女婿 女婿第一次见到丈母娘对自己这么热情 自然是知无不言 得知了价格过后 老太太就开始行动了 一开始的行动并不是那么顺利 从来没推销过的老太太像个羞涩的小姑娘 不知道怎么开口 但是成交了第一单以后 一切就顺利起来了 慈眉善目的老太太比油嘴滑舌的小伙子 更让顾客信任 很快第一批货就卖完了 老大觉得非常惊奇 但有人帮她赚钱 她自然不会拒绝 开始给老太太更多的货源 赚到第一笔钱的老太太非常开心 行动起来也是更加得心应手 很快就成为了最大的经销商 还抢走了以前的老毒贩的生意 对方是年轻气盛的小伙子 被一个老太太抢走了生意 自然不甘心 于是把老太太打了一顿 并抢走了大部分钱 由于赚来的钱需要和老大分成 现在被抢走就无法交差 老太太想着往里面掺些东西在卖 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 女儿把小外孙送来了 不知情的小外孙把大麻夹到了蛋糕里面 没想到烤出来的蛋糕 受到朋友们的一致好评 老太太得到灵感 开始把大麻掺杂在蛋糕里售卖 很快新蛋糕就受到追捧 顾客们甚至都等不及纷纷上门取货 很快老太太的生意越做越大 她一个人已经忙不过来 于是她找到被她抢了生意的老毒贩合作 她负责做蛋糕 其他人负责售卖 双方合作赚得盆满钵满 然而她的小秘密还是被三个老姐妹发现了 她不想失去唯一的三个朋友 于是让她们入伙一起卖蛋糕 这种可以轻松赚钱的事情 老姐妹们自然爽快地答应了 现在大家都来买老太太的蛋糕 警察也乐得清闲 老太太的黑人女婿到她家看见蛋糕 也丝毫不知道其中的猫腻 不久后 老太太的生意惊动了最上层的老板 老板也来向老太太请教 她是如何把销售盒翻了两倍 最终老板决定让老太太取代原来老大的位置 成为新的贩毒孕毒的老大 并让她从华华抓起 把蛋糕卖到托儿所 然而老太太虽然想赚钱 却并不想把毒手伸向祖国未来的花朵 于是带着老姐妹和小外孙外出度假去了 最终老太太决定终止和老板的生意 毕竟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然而老板显然不想失去一个这么会赚钱的手下 于是抓了小外孙威胁老太太 老太太带着两个好姐妹 带着枪上门去拯救小外孙 然而小外孙是救出来了 但是老太太三神却被发现使用的是玩具枪 因而轻松被绑 关键时刻黑人女婿带着警察冲进来 将毒贩全部抓捕 而老太太几神 因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求情而被判缓刑 最后老太太和几个老姐妹 一起开了一家蛋糕店 过上了简单的生活 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